10月2日信内更新了一条微博动态,没有写自己的预言经,也没有发自己的旅游动态,更没有附上自己的节目信息,而是说了一句,让大伙都摸不清头脑的话。 他说这么轻是我反对,相信许多人第一眼看到脸想到很多,但最终的结果绝对的超过你的想象,原来现在近日来喜欢手机上网,偶然看到了一个结婚的视频,原本想要送上祝福言语,可等他看到新郎和新娘名字时候生气了,开心的笑脸瞬间成了苦闷表情。 随后他还附上照片,原来新娘的名字叫赵丽颖,新郎的名字叫张杰,注意,这不是拍影视剧,而是不在任何虚假的民间巧合事件。 当然了,现在看到这样的画面并非真的生气,而是忍不住要调侃一番,作为张杰的妻子,赵丽颖的好朋友,现在自己估计都忍不住要笑出声了,面对着线内高调的发文。 一时间还引来无数的网友围观,更可笑的是就连丈夫张杰都留言起对谢娜她说反对无效,明天都可把新婚夫妻,除了忍,咱还得祝福,对不一条简短的微薄,引来一场奇笑皆非的画面。 谢娜不愧是人气顶呱呱的女星,有着事业成功,就有着婚礼幸福笼罩,还有着一帮无事不个都让你花笑的朋友。 谢娜的人生难道,不是众人口中羡慕的人生赢家吗?